將整隻蝦子裹上厚厚的一層面衣後 丟入油鍋 起鍋後再擠上美乃滋香料 這一份炸蝦 是首爾高齒巨蛋美食街必吃的美食之一 他們炸雞居多 就是炸物居多 啤酒的話 他們好像幾乎都人手一杯的感覺 現在為了這個蝦子 我們一進就往這邊沖 快一個小時 為了美食 臺灣球迷一排就是一個小時 大聯盟首爾海外開幕站登場 比賽前三個半小時開放球迷進場 美食街不到一下子時間就大排長榮 至於來到南韓棒球場看棒球 怎麼吃才到底 除了韓式炸雞搭配啤酒 高齒巨蛋美食街還有傳統的南韓小吃 像是魚板 辣炒年糕炸天夫羅等等 很有經典的美式熱狗堡滿足外國人口味 這次的首爾海外賽 採訪的媒體記者們也有口福 總共有八張 一萬八千五百韓元的餐券 大約是台幣四百多塊的餐券 你就可以到美食街 看你是要買這個炸蝦 或者是好吃的豬腳便當 民以食為天 看棒球配美食的文化 世界各國都一樣 讓球迷的視覺味覺 都能夠獲得雙重滿足 華視新聞 林淳沛 楊知富 陳瑤琦 陳之學 首爾報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